大家好,我叫马乐川 我今天想要教大家怎么做油泼面 我长大的时候我们家里总会做好几种面 会做蛋蛋面也会做炸酱面 可是我觉得我最爱吃的面就是油泼面 所以我现在是在加州上学 可是我每次过节的时候或者放假的时候回家 我的奶奶总会给我做油泼面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方式是我奶奶教我怎么做的 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现在有些东西厨房里没有 可是大概做一做看看怎么样 做油泼面非常的简单 一般在家里我的奶奶会用手擀面 就是放水和面粉在一起 然后做手擀面条 因为我现在这边我觉得有一点太麻烦了 所以我就在商店里买了自己的面 这个是陕西面条 味道还行 我觉得手擀的面稍微更筋道一点 可是这个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得用蒜 所以我这切了好几块蒜 然后我会切成小小小的块 我觉得如果你要在家里做这个油泼面 最好用这种蒜 这种蒜不是特别好 因为就是味道稍微的没有那么香 所以用这个蒜更好 除了蒜和面以外 还有一些挺重要的 需要放到一边备用的 开始的时候 第一是油 什么油都行 我一般炸东西的时候会用这个油 第二是醋 必须用黑醋 用美国的白醋红醋味道不会一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酱油 什么酱油都行 一般我也会加辣子 我有这个老干妈 也挺重要的 最后一件非常重要的是花椒 这是我的花椒是四川peppercorn 用英文叫 这个花椒是我的奶奶在家里种的 所以在地里种的比美国的商店买的香 然后以后可以教你怎么用这个花椒 开火 火还没开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切蒜 如果你们也有姜也可以切成小块 也有葱也可以切成小块 葱和蒜切完了的时候放在一边备用 我今天没有姜 要不然我也会把姜放在一边备用 水开了这要加点盐 加了盐也可以加面条了 我一般只会煮五到七分钟 煮面条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把油热上 先开火 然后开完火在锅上就多加点油 更多油就更香 所以我一般会加很多 这个叫油泼面是因为做完了面条 上面要放点香一点的东西 像葱和蒜 然后把热油泼在上面 然后这个葱和蒜 跟这面条一起都做起来了 就煮起来了 为了让这个油稍微香一点 我会加一些这个花椒 我奶奶家里做的花椒 你们等油热的时候 必须不可以着急 我知道这个花椒在油上面 这样子蹦蹦跳跳的 看着有一点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你不可以是像热锅上的蚂蚁 你得等一会儿 要不然要是油还没有热起来 你就放到面上 那么这个面就不会那么香 所以不可以着急 花椒在这里边煎 会把这个油变得非常非常的香 现在油纹着非常非常的香 可是你必须得小心 如果你把筷子这样子放进来 有这个声音这样子 那就说明这个油够热了 你就可以把火关上 面煮完了放到碗里 在面条上面我放了这个葱和蒜 如果你们有姜也可以加 然后加点黑醋 加点酱油 以后可以多调一调 哇这个闻得太香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菜 想要放到上面也行 我的奶奶有时候会多煮一些 或者炒一些菜 然后放到上面 我今天就切了一些黄瓜 我准备拌进里边 很香很香 大家都需要学这个 五分钟以后 把这么大一碗的面 全部都吃完了 谢谢奶奶 拜拜 拜拜 然后 在咱们 看